你去哪儿 我是有回家了 就是后来的时候 我前男友的妈妈给我打电话 说她生病了 想叫我回去看一下她 刚才给你打电话呢 她儿子闹着就是想借我呀 她没办法呀 你现在送我女朋友 她生病关键什么事呢 话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跟她毕竟也在一起三年了 也有那么长的时间 怎么能说 但是你们结束了 怎么能说分手 就立马就分手了呢 那你打算分手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我虽然是跟她分手了 可是我心里面还是 想着她 不是啦 你看作为主头朋友 难道不应该关心一下她吗 再说人家都欧病在床了 不应该去看她吗 关系不一样啊 她是前男友啊 前男友啊 说啊 她前女友生病了 我也会让她不看到 没有 我前女友生病 我没有去陪她 你有前女友吗 但是你自己没有去 没有 跟她没任何关系 没有联系 但是你自己没有去 我又没有说不让你去 你也可以去的 我肯定不去啊 我有女朋友 干嘛跟我前男友 前女友有联系来 是不是 那就表明我对感情不中意嘛 你说你前男友病得很重了 她什么病啊 她就是胃不舒服嘛 她胃痛嘛 因为她以前就有胃病嘛 然后有急性胃炎嘛 去住院了吗 是住院的 一直在医院里 我就去看她的 你都怎么照顾她了 就给她包一些粥哥嘛 你照了她几天了 怎么 我照顾她好几天了 那你为什么去之前 不跟你男朋友说 你要去看前男友呢 我怕我跟她说了 她会怎么想啊 她都是那么一个小气的人 经常 我小气吗 对啊 我就是因为她相信你了 说实话 我再追问一句 你在医院里边 照顾你前男友 同病房的那些人 会怎么来夸你呢 都说我挺贤惠的呀 别人会认为 你是什么身份 在照顾她呢 别人可能会认为 是以女朋友的身份吧 一个外人都会认为 你是以女朋友的身份 在照顾她 那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你没想过我的感受 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嘛 我就是怕 你没想那么多 你肯定会不让我去的 你也会生气的 你根本就没有为我坐下 她是你现男友 你不考虑她的情绪啊 我有考虑过她的情绪啊 可是你还是去了呀 毕竟我跟她认识在先呀 而且跟她 哪有这样的先后顺序啊 我跟她就也在一起 都那么久了 那你干嘛跟她分手呢 因为她家里人不喜欢我 那她母亲又叫你去照顾她 你还去 要不是她妈妈不喜欢我 我们两个 也许现在就会走到一起了 我有天哪 你看你说这话 你看对面这个 后面她就找不到人 打电话也不接 你说你去哪 那一个礼拜 一个星期去哪了 就是走上前来又去了 又找成男友了 就是 我没有啊 我什么时候去了 谁说的话是真话呀 我是在路上遇到她的 遇到前男友的 哇 好巧啊 我就知道 我说你们也不相信 相信相信 然后呢 遇到之后呢 因为我心情不好嘛 遇到之后 她就安慰我了 你们是在哪个地方遇到的呀 火车站 是出发的火车站 还是到达的火车站呢 就是我去的 因为我们刚好那会儿 有在聊Q嘛 她刚好跟我说 她在广州出差嘛 我那会儿 也就是刚好跟她吵架了嘛 心情很委屈 就觉得很烦躁 我就一个人买了票 就去广州了嘛 然后她也在火车站 我也在火车站 就我们俩就见面了 你心烦 你用得着 去找你前男友嘛 我又不是故意去找她的 有朋友 有同事 同学 你找他们玩也可以 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呀 这在心理学上叫体验式训练法 首先 我必须被宠溺 如果你不宠溺我 我就让你体验 我和前男友相遇 当时我觉得 他没吓回 我向你脑袋撞墙 然后拿刀朝你比划 你不能不要我吧 我还必须被宠溺 你敢不宠溺我 我就和前男友在一起 每次索要宠溺 为果 立刻登标 就会面临一个非常不好的体验 就是女朋友和前男友偶遇 为什么你的这个感情 得不到所有人的认可和理解 你明明和前男友分手了 背着现男友和前男友相见 数次也被揭穿了 证据确凿 要么人就有点自尊 知难而退 要么呢 就说我承认悔改 我再也不往来 你哪个都没做 你继续两头扯着 这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地方 我有跟他承认错误呀 你承认错误 但你也要在这二三的犯呢 更可恶 熟能无过 人都会犯错呀 熟能无过 犯数次错 那是无过吗 我告诉你 你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 可以解释什么问题 就是你生命当中切不了爱 这个男人稍微对你疏忽一下 你就奔那儿去 那儿说人不允许 你又奔回来 这样你这样的人 跟任何一个男人在一起的话 你都有可能背叛他 因为你就是俗称的祸水 是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 过了 改之 没有关系 但是你犯的不是一次两次 而且你犯的这种错 没有一次不是在折磨 另外一个男人的心 如果曾彪背着你 也跟他的前女友往 也做出一些你们之间的事 你认为会怎么样 你刚才还口口声 你去呀 没关系 你跟你前女友去 亏你说得出口 自个儿做了 还要欠着别人去做 从今天开始好好说话 把舌头给我捋直了